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套維京套裝如何獲得 維京套裝包括了頭盔 還有維京的手斧 這兩件東西非常容易獲得 不用觸發任何任務 只需要到一個地點就可以了 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地點 由第二章的基地開始 接著是向右上走 我先測試這個位置 右上就是這個位置 這個星星的標誌 就是維京人的墓地 如果大家想看清楚一點 可以在地圖上看位置的時候 按暫停就可以更加了解 說回位置 大家在地圖上看到星星的形狀 而這個墓地 大家會看到裡面的情況 有些骷髏骨頭放在這裡 其實它就放了一個維京頭盔 大家只需要按切換就可以拿到維京頭盔 維京斧頭方便更方便 其實一到位置的中心 看到露天 你可以看到這把斧頭 這把斧頭只放在石桌下 大家可以跟隨我這個位置看看吧 維京頭盔 不知道可否防爆頭 始終是鋼造的 這件事要教大家試一試吧 我今天這條影片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喜歡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接下來我會有迫血狂殺的新資訊 跟大家分享 拜拜 分享 喜歡 喜歡 影片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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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